我看你 很厲害 阿榮, 做得好 謝謝 阿榮, 毛巾 沒可能 Pistel, 厲害 Pistel,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為甚麼你們能做到? 沒見過你這樣 說你最厲害 沒可能 因為她的力量比你強 好, 你要贏她就要加配訓練 連力量贏了她 錯… 怎麼錯? 用錯力 為甚麼? 雙手曾經一個教 企圖做尖強化手果的肌肉 更加容易弄傷 怎麼會? 不夠力量練大力一點, 很正常的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肌肉缺乏爆炸力的人 是不適合做力量型的動作的 那怎麼辦?還要練絕招 絕不絕就因人而而 我袋子還有一招半色的 對 莫非是你那招破冰轉身? 沒錯, 這一招最適合那些身形收場 身手靈活和有節奏感的人練 是嗎?說說過個鐘道理來聽 流冰的速度快, 轉動靈活 重點就在於那對流冰鞋 鞋底的刀 尖鞋的刀鋒位 將和冰鞋的接觸點減到最少 所造成的磨擦阻力 也可以去到最小值 這樣, 相對人就不需要用太大力 而達到速度快和靈活性強的效果 同樣道理, 游泳轉身之後 只要將雙手伸直, 身體盡量收緊 就可以減低水阻, 加速前進 而雙手的負荷也減輕了很多 這樣就不需要硬勾手 那隻手, 嘔傷自己 你們別這麼無聊 你那隻左手天生比較弱 很容易脫膠 你是不適合你片石轉身這個動作的 你們不用再說了, 我不會聽的 流冰的速度快 轉動靈活 重點就在於那對流冰鞋 鞋底的刀 尖著的刀鋒位 將和冰面的接觸點減到最少 所造成的磨擦阻力 也可以去到最小值 這樣, 相對人就不需要用太大力 而達到速度快和靈活性強的效果 耳朵 熙 阿玥 走 就是要用片植轉身 其實有兵游得不錯 何必用錯的方法 阿妹, 女兒再鬥氣了 要破兵轉身 難道我真的要再輸給她? 不行, 沒可能的 不行, 要破兵轉身, 是嗎? 不是 很厲害 阿妹, 加油… 阿弥 加油 阿弥 加油 加油 阿弥 加油 阿弥 加油